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泰国恐怖电影《带我回家》 电影刚开始,男主因为十年前的一场车祸被送进了医院 然后就昏迷了很久 醒来后只记得自己是谁,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于是就留在了这家医院当起了护工 顺便在各大报纸上寻找家的消息 一天男主值夜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个女人在叫自己 接着X光的灯一闪一闪他 传真机也传来了一张新闻报纸 上面写着建筑师因负债累累,破产自杀 留下了一枚毒子 男主学这件事可能和自己有关 于是就踏上了寻亲的道路 找到家后,先是家里的女佣在门口见到男主 激动的连盘子都扔了 这么容易就找到家,是不是太顺利了 女佣激动的抱着抱男主就开车去了房子那里 这房子还真是大啊 落魄的时候进去都要开车 那处于鼎盛时期,那岂不是要开飞机咯 经过漫长的路程,终于进到了屋子里 男主见到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 男主的姐姐也算是个大美女了吧 姐姐告诉男主,两人是龙凤胎姐弟 接着就坐在一起回忆以前的故事 当男主问到姐姐有关家人的事情时 姐姐闭口不谈 接着以做饭为由离开了 这时,姐夫眼镜男不乐意了 因为男主的姐姐长发女特别喜欢这座房子 眼镜男根本不知道长发女会有一个弟弟 还说如果男主来这里另有所图 那就别怪自己不客气 男主听后内心很吃不熟 就去阳台散心 却看到了本应该做饭的姐姐却在泳池里游泳 随后男主去问了女佣关于自己家的一些事情 就在男主问到姐姐的时候 女佣身后的盘子突然打碎了 接着女佣就离开了 晚上男主和小男孩玩镜子游戏的时候 小男孩突然变成了鬼脸 又在洗澡的时候 自己胸口的伤疤也开始流血 种种的诡异事件衬托着这个房子的不平静 随后男主去和眼镜男吃晚餐聊天 看着姐姐和眼镜男生活得很幸福 男主心里也是很欣慰 毕竟自己的姐姐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但是好的气氛并不长 姐姐因为两个孩子不吃蔬菜就开始发飙训食 很奇怪啊 本来好好的一顿饭 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晚饭过后 男主在走廊散心的时候 又听到了女人叫自己名字的声音 这次还伴随着一些哭泣声 男主觉得很是奇怪 就在这时 女佣突然出现在男主身后 要求男主睡前送经念佛 让自己平静下来 睡后还不能早起 不然姐姐会不高兴 虽然觉得很奇怪 但还是答应 接着就背着梦游的小男孩睡觉去了 半夜男主被小女孩吵醒 然后发现小男孩又梦游了 小女孩还告诉男主说屋子里有鬼 而小男孩也不是梦游 而是在和鬼玩耍 男主当然是不相信 但是就当哄小孩了 于是接着小女孩的话继续问下去 说怎样就碰不到鬼了呢 小女孩就开始说 不能让鬼知道他是鬼 一旦让鬼知道自己是鬼 就会被惹怒 男主一脸懵逼的看着他 随后也没太在意 接着就去抱小男孩 却没想到两个小孩 因为怕鬼就跑出了房间 而男主却在房间里又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 但是转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急忙跑出房间去找两个孩子 孩子没找到 却听到了姐姐和眼镜男 两夫妻奇怪的对话 眼镜男说了些什么 要帮助姐姐之类的话 男主觉得很奇怪 就上前查看 但是房间里并没有人 于是关上姐姐卧室的门 继续寻找孩子 但似乎这房子里 好像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就在这时 眼镜男突然拿着枪朝男主走来 男主被逼到浴室角落后 眼镜男就说 这个房子不能再待了 还叮嘱男主千万别动 这话是不是有些矛盾呢 不能待还不让动 这他妈什么鬼啊 随后男主就准备逃离这里 但是开车要好久的大院子 居然一会儿就跑了出来 导演 你确定回家的时候 没有多绕了几个圈 但是男主并没有跑出去 而是重复刚回家时候的场面 这还用说 肯定是遇到了鬼打枪 到最后 男主因为体力不支 也不跑了 今天回家面对房子里的鬼 男主回到家后 又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 外面上吊的女人突然出现在客厅 接着是垂死的侦掌 吓得男主急忙就跑 就在这时 墙上的画突然掉了下来 露出来一个洞 男主随着画背后的洞爬了进去 发现了很多儿时的东西 男主看着以前的视频才发现 原来以前的女主人 是个非常趣爱 安全感也非常差的女人 为了让丈夫和孩子陪着自己 就把他们都给杀死了 然后自己也自杀了 死前留下诅咒 占有房子的人都不得好死 随后男主的父亲 就买下了这个被诅咒的房子 再翻看自己以前的相册才知道 原来姐姐以前非常丑 必须要戴口罩才可以见人 想救姐姐的男主 看着以前女主人的画像 以为她是神仙 就叫她仙女 拜托大哥 你的审美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么丑你都叫仙女 下次拜托换个漂亮姐姐 好不好 那时的男主就向女鬼许了个愿望 说希望把姐姐变漂亮 于是女鬼就已在男主身上 留下疤痕作为契约 让男主的姐姐变漂亮了 但其实并不是姐姐变漂亮了 而是女鬼赴了姐姐的身 随后男主见到了上吊自杀的姐姐 和被父亲关进阁楼自杀的母亲 还有自杀的父亲 因为男主受不了一家人的死亡 就准备逃出这个家 却没想到刚跑出去 就被车给撞失忆了 也就是电影刚开始的那一幕 男主在墙壁后面找到了女鬼 请求女鬼附身到自己的身上 只求把姐姐还回来就好 这个时候女鬼既然被感动到哭了 还真的把男主的姐姐给还了回来 其实到电影最后所表明的就是 只要把附身姐姐的女鬼当成家里的一员 不要害怕和逃避就不会有事 因为女鬼附身到姐姐身上的时候说过 为什么没有人爱我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抛弃我 所以我选择死亡 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 这句话也解释了 女鬼为什么要搞死自己全家 因为她只是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吧 当然女鬼的想法是妙论 大家只当是故事听就好了 真爱好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就够了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